學會啦 至少你要知道 複製什麼東西 貼到哪裡 首先的話就是模組嘛 這個一定要有 然後我的習慣是把VBA這個畫面稍微縮小一點點 縮小之後的話 其實這個怎麼寫出來的呢 基本上各位就要學習 插入一個程序 然後因為在那個電腦裡面 它會需要有做一些重複性的事情 所謂的迴圈 當然人來做會覺得重複做 其實一定你會不舒服 那如果電腦來做它不會 你叫他做100萬次 它都會一直跑 它也不會嫌累 而且基本上不只是它不會嫌累 它還不會做錯 而且每天每天做 所以如果我今天產生一個程序 那我告訴他說我要從第四列 我一般挨指的是列 第四列到103列 那這個103其實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 讓它自動去偵測到 OK 那因為現在前面先用103 我知道103 然後呢 裡面的話呢 把後面的東西丟到前面 所以後面東西就是09 那Sales指的就是儲存格裡面的東西 那Sales特別是哪一個儲存格 第1列 因為I從第4開始 所以F4 特別是它是先列 再藍 然後一個減幅 那特別是end 前後壓加空白 跟那個剛剛在資料編輯裡面不一樣 這邊注意 VBA 的規則跟資料編輯列最大不一樣的地方 第一個end 前後壓加空白 OK 第二個的話呢 把剛剛的那個Test 改為format 因為在那個Excel裡面名稱叫Test 它的函數名稱叫Test 可是在VBA 它如果要用類似的功能 名稱不一樣 其他都一樣 那format裡面的話就是你要從什麼呢 從G4 假設這個I是4的話 從G欄裡面呢 把資料帶過來 所以這個裡面的資料 帶到哪裡呢 帶到這邊來 然後呢 把這個 帶到這邊來 做什麼 做格式化 格式化之後呢 把它串接 09 這個 這個帶到這邊來 09 11 然後format 成3碼 084 007 有沒有 它把後面的東西組合之後的話 再丟到前面去 賦予 特別重要 這個等號 是賦予的意思 把後面東西賦予到前面 所以這觀念很重要 因為很多同學 把那個以前小學的那種 數學的觀念 帶到程式設計裡面 其實是行不通的 以前什麼1加1等於2啦 那觀念你可以先暫時忘記 它這邊是把後面的東西 組合之後 再丟到哪裡 丟到前面 前面這邊特別注意是E欄有沒有 E欄是指的是手機這邊 那因為跑4到103列 所以它一直往下跑 跑到103之後呢 程式就結束了 OK 所以它是一個線性的往下跑 所以基本上的話 我按F8好了 基本上我如果主航跑 它會這樣輸出一個跟NAS下一個 DI這個時候呢 就變成5啦 OK 然後一直往下啦 所以它基本上就這樣一直往下 那因為它跑得很快 所以你看看起來好像是 一下做完 其實它是一個一個全部做完 那清除的話就是把後面 丟一個空的東西 這個叫空置串 丟到哪裡呢 丟到儲存格裡面 那程式你會發現一模一樣 所以這一段程式怎麼來的 其實可以把這一段Ctrl C 這邊Ctrl V 然後把後面這一個 輸出成一個空置串 然後怎樣 再執行它 裡面就怎樣 清空了 很應該懂那個邏輯啦 所以這個 只是說 以後如果你重複性的東西 就用這樣的 可是剛剛同學會說 老師那你為什麼有按鈕 我們沒有 這個不是 本來就有了 其實按鈕很簡單 你做完之後 開發人員嘛 插入 記得是表單控制項 有一個按鈕 就這個 記得不要選下面 因為這兩個都按鈕 可是上面這個比較簡單 點擊上面這個 拖拉一個按鈕之後 它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 你要對應到哪一個程序 如果是Sub的話 如果你寫成是Sub 它就會出現 那你就直接選這個門號 那我的習慣會把這個門號兩個字複製一下 按確定 為什麼要複製呢 因為 直接可以貼上 它就有門號兩個字了 但你自己打上去也可以啦 只是偷懶的 另外 清楚也是一樣 所以 就是清楚一樣 插入一個什麼 那個叫做表單控制項 OK 做完之後 其實你點這個按鈕 就等於是去那個Sub上面按執行 到底是一模一樣的 OK 好 這個部分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呢 那如果你將來 需要插入一個這個 自訂函數 手機跟手機範圍 那兩個怎麼產生的 一樣 我剛剛講過 第一個呢 也許你可以從雲端上 可以看到這兩段 記得不要多啦 就是 它一定是一個 方選開頭 然後一定是一個End function結束 所以基本上 這個函數呢 它只有一行 那這個一行 怎麼產生 第一個一樣 是插入一個程序 方選 那剛剛同學說Public 這個其實 有家沒家 在這裡是一樣的 因為只有一個專案 Public 只是共用的意思啦 OK 那其實家不家 在這裡是不影響 主要是方選 什麼名稱 手機 OK 那 跳出什麼畫面 三個東西 所以這三個東西 你會發現 插入這個函數的時候 它會跳出 有沒有 三個格子 1 2 3 那就刮虎裡面的東西 那你需要給它三個東西 那它會接收到 接收到之後的話呢 它會把最後的結果 return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那基本上 它的流程是這樣 就是 給它三個東西 那這三個東西呢 它就丟到哪邊呢 記得喔 丟到後面嘛 比如說這個 這個丟到這邊來 09 它給我的東西 11 嘛 11 到這邊對不對 然後就是 再丟給它 09 11 然後區碼 84 它就先丟過來這邊對不對 然後再丟到這邊來 然後這個一樣 丟過來 丟到這邊來 然後它就怎樣 串接在一起 全部串在一起之後 再丟給誰呢 丟給手機喔 特別是丟給這個一樣的名稱 所以這個名稱跟這個名稱一定要一模一樣 當然喔 它就接收到之後的話呢 那因為我郵標是放在這邊 所以它又會把手機接收到的東西呢 再丟回去給這邊 那看到的結果就是我們要的 OK喔 那 所以執行完畢之後 當然你把它點兩下 就完成了 那第二種 就是我剛剛講的 同學說 欸 老師那可是很麻煩啊 你要點三個 如果我四個五個 那不是一直點下去 很麻煩 所以可不可以變成一個範圍 所以基本上喔 我這邊的 這個東西其實是把上面的東西複製 貼到底下來 那我的做法是這樣喔 它給我一個範圍 那這個範圍喔 特別注意喔 因為它的觀念是這樣 它其實就是一個二維正列啦 這個二維正列 那這個二維 其實 如果你不太知道沒關係 就是一個二維正列 它的前面一個數字喔 是哪一列 所以 它後面的數字是哪一籃 所以基本上我把這個範圍喔 先丟給 這邊接 接了之後呢 我先丟到這個A 那所以我要怎麼表示第一個儲存格呢 A 刮鬍 先列 再籃 所以呢 我就可以A 刮鬍 先抓到什麼 A1 鬥 點 1 就是電信業者 A 刮鬍 一樣是第一列 第幾籃呢 欸 第二籃 對不對 用這個來表示什麼 這個數字 那這個同樣 A 刮鬍 1 鬥 點 3嘛 那我可以怎麼樣 分別把它放在這邊 這邊 這邊 欸 有沒有 那就在串完之後呢 丟到前面去 它就在丟回這個 這個方旋 它就會自動就丟到這邊來了 OK 所以它的一個流程圖大概是這樣的 因為這個 用滑鼠畫 可能手會抖一點 並不是我有什麼問題啦 是那個 因為這個滑鼠不好畫 那這個大概流程是這樣子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大概先開個頭 讓各位了解一下什麼叫資領函數 那未來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們也可以把這個 每一個地方都可以做成資領函數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四段程式碼呢 雲端上都有 你們可以去把它找到 也許你可以把它貼上 RUN 一下 那基本上 最好啦 如果有時間的話 你把它重新打過 因為這每一行都要自己從頭打的 這每一行都打 這個已經算最簡單的 更複雜的程式一堆 不過 如果你可以 在你工作裡面產生你需要的資領函數 我想 你那個 時間上會節省非常多 OK 那我們中午休息一下 下午的話 1點半 繼續再 OK